这场台湾的副总统候选人政见会 从左至右分别是民进党的萧美琴 国民党的赵绍康和民众党的吴欣盈 因为吴欣盈在各方面她的资历相对较低 因此外界基本上是在探前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 和名嘴赵绍康之间的对决 而针对两岸议题上的交锋更是重中之重 我们先来听听萧美琴怎么说的 两岸要沟通 我完全同意 民进党还有蔡英文政府 从来都是秉持善意 期待两岸不预设前提 建构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互动模式 来进行对话和交流 我们有善意但不软弱 存善念却不天真 有理想而不幻想 我们认为国防与经济实力 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障 也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不愧是外交家出身 对两岸关系的表达上 可以说是互卑不亢 逻辑通透 其中提到的国防与经济实力 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障 可以说是点到了重点